嗨,大家好,我是莉云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 两个星期前我们讲了春节,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中国的元宵节。 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叫做元宵节, 也叫上元节,灯节。 中国农历的正月又称为元月, 古人把夜称为宵, 而正月十五又是新的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 所以人们把正月十五称为元宵。 那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元宵节。 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, 也是春节长达十五天的庆祝活动的最后一天。 与春节时家人团聚不一样, 元宵节时大家会走出家门, 参与社会活动。 今年2023年的元宵节是公历二月五日, 也就是后天。 别忘了买包汤圆煮煮煮吃哦。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,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。 关于元宵节的由来有很多传说,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两个。 第一个是关于点灯和燃放烟火的故事。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很多的凶勤猛兽, 这些凶勤猛兽经常出来伤害人和牲畜, 所以人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去除掉它们。 有一天, 天上有一只神鸟飞到了人间, 可是呢, 它不小心被一个猎人给射死了, 那么天上的玉帝知道了, 就十分生气, 于是下令让天兵天将来到人间放一把火, 把人类都烧死。 可是呢, 天地的女儿心地善良, 她偷偷地来到了人间,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类。 那人们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是非常的害怕, 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 过了很久, 还有一个老人说, 嗯, 在正月十四, 十五, 十六这三天, 我们呢, 每家每户都在家里点灯, 放爆竹, 爆烟火, 这样一来, 到处都是烟火, 玉帝就会以为我们人类都被烧死了。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, 对呀对呀, 于是就开始分头准备去了。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, 天地从天上往下一看, 她发现人间是一片红光, 而且呢, 还噼里啪啦, 蹦蹦蹦蹦的, 有这种燃烧的声音, 所以啊, 天地就觉得, 嗯, 看来人类真的是被烧死了, 由此呢, 人类就得以保全了性命和财产。 后来, 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的成功, 每年的正月十五, 大家都点灯, 燃放爆竹和放烟火, 来纪念这一个日子。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元宵的故事,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大臣叫做东方硕, 东方硕这个人呢, 既有趣又善良, 有一天, 他想去皇帝的御花园里折梅花送给皇帝, 刚进御花园的门, 就听见了一阵哭泣, 他看到一个姑娘正哭着准备跳井自杀呢, 于是他赶忙过去把她救了下来, 然后问她, 你怎么了? 原来呀, 这个姑娘叫做元宵, 元宵姑娘家里还有父母, 还有一个妹妹, 可是自从元宵姑娘来到了皇宫以后, 就再也不可能出去了, 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见到他的父母和妹妹了, 所以他很伤心, 觉得还不如一死了之。 东方硕全他说,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, 我一定会想办法, 让你和你的家人团聚。 于是呢, 这个东方硕就开始四处散布谣言, 说正月十五日这天晚上, 大火会烧遍长安城, 这个长安城就是当时皇帝所在的城市, 长安城。 大家听说这个谣言之后非常紧张, 也就私下传播, 那这个谣言最终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, 他叫来东方硕, 问东方硕有什么办法, 东方硕说我有一个办法, 听说火神他非常喜欢吃汤圆, 火神呢就是管理火的神仙, 火神非常喜欢吃汤圆, 我听说您的皇宫里面有一个姑娘叫元宵, 元宵姑娘做汤圆做得非常好吃, 我们应该让元宵姑娘做汤圆, 然后呢, 也下令让每家每户都做汤圆, 来侍奉火神, 这样火神就不会放火了。 与此同时呢, 每家每户点上灯, 燃放爆竹, 放烟火, 这样让天地看来我们人间是一片火红, 他就以为我们这个长安城已经着火了, 这样呢就可以瞒过天地, 而且还应该让所有的百姓都来长安城里观看烟火, 这样大家聚在一起也可以保障平安。 皇帝一听, 哎, 这是一个好方法, 于是就按照东方朔的方法去做了。 到了周月十五这一天, 长安城里张灯结彩, 天花爆竹, 非常热闹, 城外的百姓也来到了长安城里看烟火,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, 元宵姑娘就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和妹妹, 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。 这样热闹了一夜之后呢, 长安城果然没有事, 果然没有大火烧长安城。 皇帝非常高兴, 于是下令以后每年的周月十五, 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节日来庆祝, 都点花灯, 燃放爆竹, 放烟火。 后来因为元宵姑娘做的汤圆最好吃, 所以人们也把汤圆叫做元宵, 也把这一天的节日叫做元宵节。 听了前边的两个传说,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元宵节的习俗了吧。 吃元宵, 点花灯, 放烟火, 放爆竹, 就是元宵节非常重要的习俗。 后来元宵节越来越受欢迎, 也越来越热闹, 人们把灯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, 有天上飞的小鸟, 地上跑的小马, 水里游的小鱼, 还有各种花草树木, 非常漂亮。 有的人还会在灯的外壳上面写上谜语, 供别人猜。 这个游戏叫做猜灯迷, 非常有趣。 除此之外, 武龙, 武师, 踩高桥, 跑汉船, 纽阳阁等等, 也是元宵节重要的庆祝活动。 当然, 中国地域辽阔, 不同地方的人庆祝元宵节的风俗,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 可是, 要说元宵节最重要的习俗, 一定是吃元宵, 或者吃汤圆了。 它们是圆形的糯米团子, 里面包着馅儿, 最常见的馅儿是芝麻馅和花生酱。 其他的可能的馅儿有巧克力馅儿, 红豆, 水果, 莲蓉, 甚至还有肉馅儿的。 很多人认为元宵和汤圆是一回事,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。 其实呢, 如果仔细分辨的话, 元宵和汤圆还是有很多, 区别的。 元宵和汤圆的区别, 首先是名字的地区差异。 元宵这个名字, 一般在中国的北方使用, 汤圆这个名字, 一般在南方使用。 其次, 元宵和汤圆都有馅儿, 可是元宵通常是甜的, 而汤圆有甜的, 也有咸的。 第三, 做法不一样。 北方的元宵是先把馅儿, 捏成一个小球, 然后在小球的外面, 滚上一层又一层的米粉, 叫做滚元宵, 这样滚滚滚。 汤圆是首先做好糯米团, 然后像包饺子一样, 把馅儿包在里面, 然后团成一个球状, 所以叫做包汤圆。 最后, 因为制作的方法不一样, 所以元宵在煮的时候, 需要的时间更久, 而且煮完之后的汤也更粘稠。 所以说, 北方是滚元宵, 南方是包汤圆。 元宵和汤圆是制作方法和口法, 口感都不一样的两种食物。 可是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, 口感都是软糯嫩滑的, 咬一口还有馅儿流出来, 非常的美味可口又有趣。 而且, 它们的熊状是圆球状的, 寓意团团圆圆。 所以今年的元宵节, 你要不要买一袋元宵或者汤圆, 煮一下来吃呢? 元宵节在古代的时候, 又叫做上元节或者元夕, 元宵节各处张灯节彩, 烟花绚烂, 是一个非常诗意和浪漫的节日。 那么这样的一个节日, 一定是会和爱情有关系的。 中国古代的元宵节, 其实是一个情人节。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当中, 没有结婚的女子, 特别是大家闺秀, 是不被允许自由外出的。 只有元宵节这一天, 才被允许结伴出门看花灯。 所以元宵节是年轻的姑娘和男孩子们, 相识相爱的一个好时机, 也是已经在谈恋爱的人们, 浪漫约会的一个好场景。 因此, 元宵节又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。 既然中国古代的元宵节是这么有诗意, 特殊又浪漫的节日, 那么中国古装电视剧里面一定少不了它, 而且一定会把它拍得非常美。 所以呢, 我在看了五部中国古装电视剧之后, 给大家截取了其中的上元节, 也就是元宵节的场景, 希望大家能喜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肖里就此心去白衣无消消 我提着花灯走过浩洁的幻想 向我寻伤, 将脚步落一缕黄四国王 好了,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也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, 那我们下周五再见了, 再见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